谁是鼠蛇人的最佳婚配属相? 生肖鸡是生肖蛇的最佳婚配属相。 在生活中,双方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,都喜欢享乐生活。 另外,他们的性格非常相似,并且相互之间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。 鼠鸡做事沉稳,善于独立思考。 而鼠蛇非常精明,可以提供给另一半很多帮助。 所以两个人的结合,都能够互惠互利。 在婚姻中,彼此不仅能够弥补对方的不足, 从而共同经营二人幸福甜蜜的小生活。 鼠蛇人与鼠羊人是非常理想的一对。 在性格上,二人比较互补,鼠羊的人性格活泼开朗, 而鼠蛇的人性格内敛比较高冷。 但是鼠蛇人与鼠羊在一起的话, 鼠蛇人也会活跃起来,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合适。 二人在相互鼓励和督促过程中, 彼此都会变得更好。 而且,他们共同经营的二人生活将越过越好。 因此,鼠羊人和鼠蛇人非常适合结婚。 其实,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上天让你吃尽苦头,多灾多病, 有这几个暗示只为度你宋代的方月有言, 不如一诗长八九,可与人言五二三。 人生当中的不如一诗, 基本上占了八九成之多,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? 哪怕跟别人说, 别人也做不到感同身受, 只能自己舔着伤口, 内化自己的情绪。 不可否认的是, 忙忙碌碌的普通人一辈子都需要吃苦, 有的人还面临活到老, 干到老的困境。 对此, 人们会疑惑, 吃苦劳碌真的就有意义吗? 有些苦, 我们不得不吃, 有些劳碌之事, 我们不得不做。 要知道, 人生当中有八九成的事, 都不由我们自己来决定, 而要看老天的安排。 上天, 让你吃尽苦头, 劳碌一生, 多灾多病, 其实有这几个暗示, 只为度你。 一, 让你品尝人世间的真实滋味。 人, 来红尘一趟, 只是为了尝尽酸甜苦辣咸这些滋味罢了。 倘若没有品尝过这些滋味, 就真的白活了。 没有吃过苦, 就不会明白生活的甜。 没有经历过困难, 就不会珍惜平顺的日子。 没有熬过巨大的劫难, 就不会有劫后余生的庆幸。 弘异法师在原济之前, 写下了这么四个字, 悲心交集。 充斥在人生当中的, 不过是悲苦和欣喜而已。 喜怒哀乐, 这不仅是人之情绪, 还是最基本的人生体验。 人生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固定的, 不过是出生和死去罢了。 而人生的过程, 则是不固定的。 有些人吃苦比较多, 有些人享福比较多, 有些人喜乐平衡。 反正, 这都是人间真实的滋味。 就跟吃饭一样, 总要品尝自己喜欢的, 或者不喜欢的菜式。 如此, 又何必抗拒呢? 反正, 该吃的苦, 永远都逃不过。 既然如此, 我们坦然面对就好。 二, 让普通人能够活在当下。 佛说, 人间有八苦, 生、 老、 病、 死、 爱别离、 愿增慧、 求不得, 五阴盛。 普通人, 为何要遭受病痛的折磨呢? 因为人要修行, 要感悟, 要有所经历。 没有生过病, 又如何能够感知生活的真相,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健康日子呢? 早年的时候, 老陈就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, 整天抱怨。 不久后, 他生了一场大病, 去医院做了一个大手术,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。 他事后感慨, 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, 他感觉死神就在自己的身边。 只要出点差错, 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, 找阎王爷报到了。 病好的老陈, 如今不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了, 反而特别珍惜健康的时光。 在他看来, 可以无病无痛地活着, 就已经是老天最大的恩赐了。 未曾经历过, 就不会感悟颇深。 也许, 老天让人生一场病, 也并非全是坏事。 如果人们可以扛过来, 甚至改变以往的性格和观念, 生个病便是一件好事。 三, 让人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。 越是上了年纪, 越觉得敬畏二字特别重要。 所谓天狂必有雨, 人狂必有祸就是这个道理。 老天再怎么狂妄, 也就下个雨。 人只要狂到霉边了, 自然就会招惹灾祸。 为什么孔子会说, 甚是善终呢? 开始很简单, 每个人都能做到。 但是, 要想得以善终, 这却是很难做到的事。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晚节不保, 不得善终。 晚节不保的根源, 就在于人们不懂得按照自然的规律去做事。 比如, 一个人有钱了, 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, 看不起别人。 如此, 老天就会让他逐渐走下坡路。 这个时候, 有人会说, 为什么老天非要惩罚那些狂妄且不懂得谦卑的人呢? 因为敬畏二字, 是万物生存下去的必然准则。 不懂得敬畏, 老天就教你如何敬畏。 为人处事, 没必要高看自己, 也没必要认为自己很有本事。 试想, 一个病痛过来, 也许人就没了, 又何必如此高看自己呢? 谦卑点, 总是有好处的。 四, 让人逐渐雾透一场空的真相。 谈到吃苦, 谈到灾难, 谈到生病, 就想起香港某坟场的一副对联, 今夕无躯归故土, 它朝军体也相同。 不管你是有钱人, 还是没钱人, 都只能赤裸裸而来, 然后赤裸裸而去, 带不走一毛钱, 也带不走一丝一毫的资产。 反正, 这人生的终点, 不过是归于虚空罢了。 吃苦, 是为了让人感知过程的不易。 生病, 是为了让人珍惜当下的生活。 等人经历了所有事之后, 就只能带着不舍和遗憾, 无奈地离开这个人世间。 正如古人所言, 曲中人散皆是梦, 繁华落尽一场空。 这首曲子, 不论好不好听, 等结束了, 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了。 哪怕是在美好的繁华, 等它逐渐飘零了, 也终究是一场空。 空这个字, 需要人吃尽半生的苦头, 才能悟透。 或许, 人生就是一个悟空的过程, 领悟到最后, 便是一场空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